大家好 那這邊氣象數針對 7月26號 花蓮縣近海有一個規模5.1的地震進行說明 那這個地震是發生於7月26號的上午10點24分 那他發生的位置就在 花蓮縣近海就是秀林鄉的右邊的近海 那這個地方 也是屬於這次0403餘震的範圍之內 這次地震的發生深度有達到39.7公里 他是屬於深度稍微比較深一點的地震 那規模5.1 那因為他的深度是比較深的所以各地感受到震度是比較小 那包含像是花蓮他最大的震度是到 四級在花蓮縣的延寮這地方 那在花蓮市呢還有南澳 以及新竹縣的關係都有達到三級的震度 那從震度的分佈圖來看呢 就黃色區域是這次有達到三級的 區域 那綠色呢 則是有到兩級的震度 那這次地震呢 因為他的規模是 5.1 那我們 根據PWS發布的條件是預估的震度要達到5.0以上 而且預估的規模5.0以上 預估的震度要在 4級以上 那這次呢 他是沒有達到國家級警報的發佈標準 因此沒有發佈國家級警報 那台灣呢 因為位於板塊的交界帶 所以呢 在 我們的東部地區 還有東北部地區 本來就是很常有地震發生 這次地震呢 就是發生在 這個 這個 板塊碰撞帶 就是海溝這個 地方的 交界處 他的近海位置 他這邊也是屬於這個地震很耗發的地區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下 從 今年的4月3號 花蓮地震以來呢 目前呢 總共發生了有 1611個 那這邊因為是包含主震 所以其實余震數量是1611 那這樣子 地震呢 其實就 如同之前 在 發生主震之後 跟大家 呼籲的就是大概 3到6月之內的 都還會有 頻繁的余震發生 那當然以 最近來說呢 整個 有感余震 它發生的數量是在 下降的 那因為這個地方本來就屬於地震 很耗發的 板塊 交界帶 活躍地區 所以呢 還是有一些余震會產生 那這邊的數據方面跟 各位更新一下 就之前呢 我們在 規模6到7的部分 是有6個 然後現在 增加到8個 是因為說 過去呢 我們在進行地震數報的時候 是用比較少的側站 進行定位的 所以呢 當時是有幾個地震 它規模是5.9 那經過我們 把所有的資料都匯入 然後重新做 確認調整之後呢 有兩個地震 是從 5.9 然後 算是調整為 規模6.0 所以呢 在規模6以上地震 就有到8個 那這樣的調整 其實在過去都 一樣都會進行 因為我們數報 就是要追求 對於防災來說 很快速的地震發爆 那之後呢 我們就 會採用更精細的資料 去做 這個資料做更完整的 這個描述 那這次的地震呢 5.1呢 也是在這個規模 5到6的範圍之內 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範圍 的余震 其實算數量蠻多的 那這次 5.1呢 它發生的位置 在這個地方 算是整個漁震帶 比較偏北的位置 那由於最近 受到 凱米颱風 一些 好大雨啊 或者是一些 雨勢影響 那山區部分請 民眾還是要多注意安全 尤其是 地震發生後 然後可能吐石 在這陣主震發生後 吐石就會比較有 比較脆弱的地方 然後加上最近的大雨 所以整體的那個 地質狀況會呈現比較不穩定的狀態 所以請大家如果前往 山區或者是東部的話 那就 多注意自身的安全 好那就以上說明 謝謝大家 好那請問各位媒體朋友有什麼 疑問嗎 這兩天的話 他其實 是 是 最近是有幾個發生 不過 以他這個區域來說 都是算蠻正常的一個 硬力的調整 而且因為他主要的 規模 最近規模都算比較小的 所以算是他一些 硬力 然後能量的 釋放 好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